喜欢看星星的民众可要注意了 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去年首度推出了惯星活动 让大家有机会一睹太平山的星光散亮 这也获得民众热烈的回响 所以今年继续来办理 第二季将有七场的活动 欢迎民众踊跃参加 位在中高海拔的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 除了有山林美景跟日落晨曦的迷人景致以外 也是观星的好景点 所以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去年首度推出观星活动 让大家有机会一睹太平山的星光闪亮 获得民众热烈回响 所以今年继续推出 第二季将有七场活动 日期是定在5月2号、5月30、6月20、7月3号、7月4号、8月12以及8月13 欢迎民众踊跃参加 而观星活动是采用现场报名 报名地点是在太平山的云海咖啡厅 而罗东领馆处建议想要参加的民众 携带智慧型手机来当作观星的工具 而活动将由专业的森林志工老师 带领大家来进行户外观星 如果天气状况不佳 会有室内课程 介绍如何观察星星 在山林当中许下心愿 罗东领馆处强调 没有光害的太平山 在天气好的情况下 时能看到云海、银河跟流星同时出现的奇景 所以不管是初学者还是专业老手 都欢迎大家来到太平山 欣赏日间的山林生态 也一窥星空的秘密 依赖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的 中文字幕君 中文字幕——YK